近200个乘客就留超过 旅客高分被抗议 国泰航空回应当时机组员已经超时工作 为了旅客安全必须改派新组员 加上飞机要加油 广州机场又塞机 一直都在等塔台放飞 并没有坐视不管 不过从台湾飞香港的班机转将广州 在航空界中确实少见 依照惯例会折回高雄小港 或是转将澳门 这下子变相直行广州 也让国泰之旗转将风波 再听话题 CBBS新闻综合报道 晚间7点多返回香港 不过因为前后滞留时间 超过10个小时 国泰也只有发了75块美金的礼券作为赔偿 因此有许多气氛的旅客 一度霸住飞机不肯离开 原定从台北飞香港的国泰航空CX463班机 今天早上因为大雾意外直航到广州白云机场 原机在晚上7点10分左右返回香港吃辣脚机场 我们从8点多8点半到了广州等到现在 我是算是比较早出来 因为他们安排我住酒店吧 然后明天的飞机这样子 可是有些人他们可能觉得不是很满意 现在还在飞机上这样子 天后因素导致乘客在广州滞留十多个钟头 许多预定要转机的旅客行程严重耽误 一度拒绝下飞机 国泰在搬机回到香港的途中 只有发给乘客一张证明 安排免费的过夜住宿 以及75块美金的礼券作为赔偿 经过沟通协调 旅客霸占飞机在将近两个钟头以后 已经全数下飞机 不过旅客的权益问题恐怕还有待解决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香港今天早上也传出大物 不只来自台北的国泰班机无法降落 机长转飞 这个广州白云机场 其他还有至少7架班机也是如此 就连附近海运伸手不见无止 甚至有货轮在海上相撞 险下缓身 6号清晨的香港 已经完全被农物笼罩 香港赤辣角国际机场 一度出现伸手不见无止的情况 原力从台北 飞香港的国泰航空CX463号班机 在上空无法降落 没有按照以往惯例 改飞临近的澳门或马尼拉 甚至折返桃园或高雄 而是飞到广州的白云机场 两岸意外直航 由于这架飞机的机长超时工作 按规定不能够再执行飞行任务 于是所有旅客被迫在机上 干等了十多个钟头 而国泰新的机长要交接任务 但是广州白云机场公安却从中阻止 一度僵持不下 除了国泰航空之外 至少还有七班到香港的班机转停广州 这场大物不止影响航班 就连海上也是危机四伏 往来香港还有一只货轮平平鸣敌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发生撞船意外 只不过再怎么小心 还是有货柜船在雾中相撞 现场满目疮痍 虽然这场浓雾在中午散去 但是已经造成香港空中和海上交通一阵混乱 电影新闻综合报道 副总统当选人肖万长今天接受TVBS专访 对于12号即将前往海南参加博鳌论坛 肖万长首度证实 不过他强调 他是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去参加 对于接待的规格 虽然还没有接到对岸具体答复 至于会不会见到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 好 今天肖万长他自己怎么说 下周即将前往对岸参加博鳌论坛 肖万长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参加五次了 这个变成我第六次的了 那就是已经是每一年参加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报名的程序 我当然我会跟这个马英九全 马总统当选人跟他做一个报告 那他说这是你们基金会的事情 他尊重我的决定 对于这场论坛 会不会见到对岸的国家主席胡锦涛 肖万长不敢保证 我能不能跟他见面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能去参加这个会议而已 现在肖万长是准复元首的身份 肩带的规格难道会有差异吗 我自己把我自己这一次此行定位之后 我是还是跟过去一样的 去出席这个博阿博论坛 因为还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以前 我现在没有办法讲 所以我现在只能讲的就是他们 已经欢迎我去参加这个论坛 对这次的博阿博论坛 对两岸的关系会不会因此有所突破 肖万长以平常心看待 当然也希望为日后两岸关系的开展 建议下友好互动的基础 对不对 新闻黄国热 陈宇东台北报道 准副总统肖万长出席博阿博论坛 已经拍板定案 团队发言人今天出面证实 肖万长11号上午 将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民间身份 启程登陆前往海南岛 参加为期三天的博阿博论坛 而这次能够成行 其实原来马肖阵营从322当选前夕 就开始评估 已经具有准副总统的敏感身份 肖万长能不能登陆出席博阿博论坛 基金波折 终于拍板定案 会拖到大陆方面已经截止 记者团报名时间后 肖万长才确定出席 敏感的准副总统身份 是再三考量的关键原因 事实上肖万长在322当选后 立刻和马英九达成共识 希望寻网力 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身份出席 并且透过国民党副主席关中 和大陆方面磋商 还指派幕僚展开 鸭子滑水的作业程序 大陆方面获至肖万长的意愿后 几经评估 认为两岸经贸在520后 应该重启沟通管道正常往来 最后双方达成共识 确定由肖万长 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 民间身份出席 暂定是11号出发 13号回来 据了解大陆方面将在海口机场 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由于大陆国家主席 胡锦涛也将以主人身份与会 肖万长的出席 预料将制造胡销会的契机 即使肖万长即将就任的准复总统身份 的确敏感 在两岸刻意营造模糊表述的空间下 重启双方准官方桥梁 为未来的沟通协调 带来高度象征意义 TVBS新闻综合不到 副总统当选人肖万长 决定要去大陆海南参加博鳌论坛 马上就得面临他的安全问题 该由谁来负责 根据TVBS掌握的消息 这次将以民间身份与会的肖万长 只会带2到4位的警职随护 跟着他到对岸 今天晚上马骁的另一场活动 卸票之旅是在台北线中和 现场挤进上万名的民众 而这次大选中和赢了对手9万多票 马英九承诺520上任之后 会采用对手卸长廷好的理念 还保证会实现竞选政界 中共大选台北线中和 马骁大赢对手9万票 马英九当然要回到中和 向选民道谢 中和是赢了对手9万票 刚好就是我们做的那个9万调试 现在已经是准总统的身份 据安全顾虑 国安人员准备了特制的防弹奖台 中和市场也特地请来了 民怀员歌仔戏来助政 马英九也不免俗地秀唱这么一段 现场上万人想要一睹马总统的风采 即将走马上任的马英九 对选民也做出承诺 从政见变成政策 从政策变成预算 然后全力来执行 这才是大家所希望的 除了分享胜选的喜悦 马英九要用谦卑的心 520之后将选民的支持 化为更具体的政策行动 前面新闻 叶俊宏 陈云东 SNG小组 台北报导 至于准总统马英九 白天没有公开行程 不过却三度进出家门 忙得很 早上8点到井砖运动 11点多到墓园祭祖扫墓 下午2点半带着夫人周美清 一起出门 都是私人行程 而马英九的话 少之又少 关于博鳌论坛 销胡慧相关问题 马英九通通低调不谈 小朋友和准总统聊开了 没想到在墓园也有小小粉丝 马英九到墓园祭拜马奶奶和马叔叔 马奶奶墓上还有蒋经国提的 亦得长招匾额 祭拜祖先 马英九话少之又少 连回家也很低调 总统 副总统会参加博鳌会吗 总统 这边有报父亲在西安台会 马英九不说话就是不说话 会会手往家里冲 一待就是两个多小时 在出门身旁多了夫人周美清 一分钟不到 马英九周美清消失在镜头前 一个西装一个套装 不想再被打扰马英九害媒体躲猫猫 门外回安层层借户 不得越雷池一步 只有这只小松鼠突破层层重围 往马英九家里冲 三次进出家门 马英九三套服装上升 第一回穿蓝色外套到紧专运动 再出门换上T恤 扫墓 第三趟改穿正式西装 即使忙难得不是公务行程 也让马英九偷得服身半日闲 对北新闻 欧国强王志刚蔡莫珍 SNG小组 太表达 还有二十多种都要求用一